還有洗夜 幫軍人洗衣服 還有冰果店 提供一些軍人週末 放假日 休閒 逛街 吃水果 吃冰等 還有一些小吃夜 裝酒等等 大概可以做自己 跟軍人 當然還有雜物店 那麽 韋晋明 韋晋明 照相機是最明顯的 另外就是符具 任何符具 這個球類 把手是什麽 大家會覺得很好奇 這是我去漁民 因為後來在民國五十年以後 逐漸的從農戶會從臺灣引入 引擎 柴油引擎 玉龍牌 柴油引擎 我們馬油那個叫馬達 馬達 所以我們甚至於把那個船叫做馬達 馬達或龜仔 就是指那個 裝了這個引擎的船 那個船要發動 引擎要發動 要把手 所以每天晚上 漁船回來以後 把手要交給海皇 保管 為什麽 因為它怕你自己下去也好 把東西再去看一看 還對下去 還有 還有這個鱸 鱸 我們什麽一樣的規鱸鱸 也要什麽編號 編號以後怎麽樣 抬到上面來 海皇附近 用那個鎖起來 用鎖鏈把它鎖起來 也怕你那個鱸帶走 這樣 所以這就是一款式 很好玩 然後我以前 在我念高中以前 我沒有去過北岸 不行 很麻煩 你要去申請 拿條紙 然後到了北岸以後 還到鎖鏈所去登記 你要住在同學家裡什麽 也沒有旅館 沒有旅館 所以那個時候 外島幾乎都很少去 那更不用講一些軍事境地 雕堡那些 所以這幾年 馬祖開放 釋出很多軍事據點 對我來講 我也是 幾乎都是第一次去 很多據點 我都是第一次去 我都是第一次去 像這次 馬祖藝術島 什麽 七里啊 什麽 山啊 等等 五五啊 還是什麽 很多地方 我也是第一次去 因為以前那些都是境地 都不能去 flush pulse pulse Prாma 四個 blame pause 因為 妳在 si mi 우리 nou 她是心安 妳在心安 妳在心安 以表示親人相去 相去一起的可貴 那麼這個是黃昏洞的母語,很簡單,但是呢,基本上就是當時我們做黃昏洞的恐懼的心理,還有盼望親人在身邊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我做了一些很直描,很表白的描述,把那段歷史記載下來。 這個,這個也是一種警示,就是一個崩雷翁,另外一個就是他軍馬,當當當當,就是躲防弄空襲警報,然後就在場。 好。 那麼,